質量的問題 政府團隊正在全力跟進 希望可以就著事情的始末 和問題出在哪裏 查過水落石出 從而可以改善我們建設的質量 和也可以讓市民重拾信心 或者看看大家有沒有問題 是港鐵或是這個事情發生的 剛才這位傳聞朋友也說出事實 在最近發生的事情 的確港鐵在上報給政府是有一個落差的 我們希望港鐵公司在日後 它自身的管理系統做好些 在工地的監管和質量監管那邊 是找得緊些 他們發現問題的時候 無論是前線或者中層的人員 亦都需要盡快上報管理層 從而讓他們的董事局 以至政府適時得到這個通知 讓我們採取適當的行動 去矯正有關的錯漏 市長是要做什麼 市長是要將政府偵測 市長是要把我們訪問 市長是否還要做 市長是要發報 市長是不怕的 市長都是要去記載 市長是意外地發布 市長是否 shape Two 這些事件是從 Exhibition Station 和東高灣 Station 如果有任何判施的判斷 我們一定會通過法案的公司 這當然是確實 而在理論的責任 MTRC 我認為他們有了職業的責任 第二, ensuring all projects are being carried out in a professional and safe manner. And with due respect, I would expect them to exercise their due diligence to ensure safety and quality of the works under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是有待特首稍後作詳細公告 其實現在有這麼多事不需要的公司食育一些不達至上課 政府會不會公開所有財產的報告 政府是不是掌握所有財產的訴求 按我們合作的安排 任何涉及工程進度 財務的偏差 以及涉及公眾安全的情況之下 港鐵公司都需要向盧政署作出回報 在這三個層面來說 我們是找得非常緊的 就著早前發生的事 我們的同事也都已經向港鐵公司跟進 希望就著所發生的事 發生的原因 以及影響 作出一個詳細的評論 在管理上 我相信最重要的是當事件發生的時候 在現場的同事 包括他是分判商 還是顧問 以至港鐵人員都有一個責任 當他們知道有事情發生的時候 如果他們能處理到 但按機制都需要向他的上層匯報 港鐵公司也需要就著我剛才所講的三個主要的原因 以及涉及公眾利益 傳媒關注 甚至重大的事故 向政府作出一個回報 在這方面 我們感到非常失望 因為過去幾次的事情 我們都是在傳媒報導之後才知道 如果他們可以早些開成報告 將有關的事情早些向政府回報 我相信都可以早些作出一個更正或者修正的安排 讓市民不住這麼擔心的 謝謝